来到东乡 自己开车来我才知道 山有多大 沟有多深 是我真是没有见识到他 我是碧桂园东乡 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相簿 负责任张涛 然后我们近期的重点就是 走村入户的 收贫控户的羊 这边困难 村民不理解你 有的乡镇干部都不理解你 没有报在这个地方 我跟你说是清和园有报 是吧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从宿舍出发 奔赴到各个乡镇 今天应该能把 收两百个上吧 四个乡镇 收了七百只 我们收的毛羊是十六 每只羊补六块钱 哦 你再说一下 这个羊全现在这么收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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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果乎都挺愿意浇的 就是他把羊都赶来 不行啊 太小了 太小了宰不出肉 我现在就跟你说六十八的以下 六十八的我装 六十九的我不要 羊太大 肉质就不太好了 我们就没有采购那样的羊 在二十四个乡镇 每天分四组 基本上是三十多只羊是一车 然后每天都是十几车二十几车的拉过去 不是简单的买羊 是在做这个东乡羊的宣传 让全国各地人知道有东乡羊 有这么好吃的羊肉 这个品牌上去以后 苹果后就能多养羊 多养羊带来的就是多的很多的收入 能够缩短它的脱贫时间 您好 马总 您今天不出去呗 那你下午等着 我下午就过来 到了 弄羊了几年了 那么七八年了 我们请监督爷爷他也去羊羊 咒咒咒咒不羊羊 因为他们这个今天啊 副酒靠羊羊过生活 这个爷爷他们的这个帮扶 不是很实在的 今天这个大方向出个七八百指教 我认识什么 我就是一千五地到两天说的 我们可以请专家来指导他 通过消费扶贫、产业扶贫 培育一批致富带头人 对他产业进行规划 去扶持他 装成谁的 就把那个装掉 到清和园交完羊到一点了 到住地都一点半了 今天收了五百一十七十四个 四个乡镇 我们天天都有汇报的 就是总认为好像是 扶贫是来做秀的 但是真的不是 最困难的时期 我们已经咬牙咬过来了 他是王夫 他是一个呆地人 人能知故 我对待他们都像兄弟一样 我用我的行动带动他们 每天早上我是最早起来 每天晚上我是最晚休息的 就是大家就是都是很咬着牙在做 没有说是很苦很累就退缩的 都没有 我的团队都是这样的 我很感谢他们 不要起来不要起来 不要起来 家庭你别问 遗憾得多得很老 所以我说你别问这个 我听的多半是政治化的歌 一个人开车 枯燥的 我觉得 听音乐 告诉自己应该是 向谁去学习 也是 也是自己鼓励自己吧 或者是什么 你ро artist 成长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